那么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要求呢 主要是指的中华文化知识 你要具备中华文化的知识 同时呢还要具备怎么介绍 怎么传播的这样一些技巧方法 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对当代中国国情 要很熟悉很了解 第三方面呢 关于跨文化交际 你要有跨文化交际的这样一个理解和意识 最后一个呢 中华文化才艺的研习 中华文化的才艺 自己要掌握一些 这样子在教学当中的运用呢 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 也有对于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那么最后一块呢 就是职业道德跟专业发展 主要体现的职业道德与精神 作为一个国际汉语教师 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另外要求要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还原来对自己今后的专业发展 有什么样的打算 怎么样的计划 这个五个模块 可以代表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对国际汉语教师的要求 这一个最新的版本 就是在这五个方面 这位国际汉语教师 应该是自己的这方面的学养 这一部分的素养 能够断地得到